我的题目是能量的危机 请大家不要入味 我不是讲这个气游的危机 我今天是讲这个身体的需要能量 那能量对这个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大约就讲一下这个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题目呢 因为这个题目常常只是被忽略掉 能量既然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能量的话 我们一刻都能够生存下去 那么在这个 我会分几个部分来演讲 第一个部分就是能量的产生 当然时间是会有性质 或者这个技术上讲的太过深度 那我只是介绍一下 这个能量是怎么产生的 那产生之后呢 怎么能运送去需要的地方 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 其实第三个非常重要 就是怎么样保有能量 怎么样能够维持能量的存在 这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最忽略 就受忽略的事情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能量都是超标的 多半都是能量不够 那么怎么样来保护这个能量 怎么样产生之后 能够保留这个 在我们身体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忽略掉 所以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